据说无论多完美的婚姻里 都会有200次想杀死对方的冲动 比如这个女人每天都在幻想 如何解决掉她的老公 丈夫一如既往的在卫生间磨蹭了很久很久 妻子终于忍无可忍去解决了她 这时听到老公提醒她锅已经开了 她才从刚才的幻想中抽离回现实 送老公去上班时也会突然拿起自己的微裙带 趁其不被绕起颈部 然后狠狠地勒紧直至丈夫无法挣扎 丈夫临行时的道别再次打断了她的幻想世界 而瘦瘦美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在老公熟睡或是上班之后 打开电脑上网搜集各种完美杀人计划 注意看下面这段 一个看似平常实际很关键的线索 白天在班上的小小智 打给妻子说自己的钥匙找不到 瘦瘦美得意地告诉她 已经在她的西装口袋里找到 小小智顺便又告诉妻子今晚会加班 但是会准时在9点左右到家 瘦瘦美在买菜回家的路上 恰好碰上住在楼下的龟山 和来龟山家做客的山下景观 丝毫没有设恐的瘦瘦美跟他们滔滔不绝地聊着天 但不是聊家常 反而是询问近些年导国的破案率 当山下警官告诉她 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是96.80% 她再一次在脑海中策划了一起完美杀人计划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高智商一定会成为那3.2% 于是她立即订了一份当天下午就送达的快递 大概10公斤的干冰 她逐一敲碎了每一块然后保存起来 到了晚上9点02分小小智下班回家按下了门领 按照平时的习惯 饭后的小小智会来到浴室舒舒服服地泡个走 但是今天浴室的水特别热 此时卫生间的灯也关了 她刚想喊妻子来看看怎么回事 这时瘦瘦美头带防护面罩抱起一大箱干冰倒进了浴缸 随后赶紧出来锁住卫生间的门 干冰在浴热水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就这样小小智因吸入过量二氧化碳中毒昏迷 妻子将她又重新推进了浴缸中 阵阵有词地说着 从结婚之后就不想跟她一起生活了自己等着一天等很久了 于是在小小智昏迷的情况下继续升高浴缸内的水温 带时机成熟送老公去医院急救 为了查清楚真相 山下和龟山一同来到了瘦瘦美家 桌上一瓶新打开几乎快喝光的酒瓶 很可能是妻子有意灌醉了丈夫让她毫无还击之力 餐厅的柜子上放着瘦瘦美落在家里的手机 打开后发现并没有拨打急救电话的记录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用家里的坐机拨打的 紧接着二人赶紧来到医院询问当时的情况 瘦瘦美说丈夫泡澡时自己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当她来到浴室时发现丈夫已经口吐白沫在浴缸里昏迷 于是赶紧往浴缸中加入凉水 那么如果说浴缸中的水都已经到脖子那里 说明水位已经达到很高了而且会溢出来 瘦瘦美突然进入浴室袜子应该也会湿掉 所以卫生间出来后有一段带水的脚印 但是沿着脚印的方向是直接走进了卧室 而没有去客厅 而瘦瘦美的家里只有客厅才有坐机拨打电话 于是瘦瘦美又说 自己当时的确回到了卧室 然后脱掉袜子擦干了自己的脚 再去拨打119救援电话的 可丈夫已经危在旦夕 正常人怎么可能会在意自己的袜子有没有水呢 何况他们搜遍了瘦瘦美家也没有找到湿袜子 很明显她还是在撒谎 于是瘦瘦美又说自己是去外面公用电话拨打的119 因为用公用电话可以免费 相信这种不符合逻辑的理由也只有 这种神经大条的女人才想得出来吧 山下警官已经推断出 瘦瘦美在确认丈夫被热水烫伤后 先去客厅拨打的救援电话 然后再回到浴室放入凉水 这样可以延长她在热水中的时间 没过多久医院传来噩耗 在男人的葬礼上妻子哭得气不成声 葬礼结束后 山下再次找到了她 说出了自己的一切推断和瘦瘦美的犯案不成 而她购买的干冰记录就是证据 只要法医可以检测出丈夫体内的二氧化碳含量 还有案发时 在龟山家做客的同事看到楼上的排烟馆中排出的白色浓烟 种种证据面前 瘦瘦美的确没有成为那传说中的3.2% 在惊吓和恐慌中她再次醒来 原来刚才又是她在幻想世界中谋害的丈夫 门铃响起 而此时恰好就是晚上9点02分 当她打开门的片刻 一个黑衣人闯了进来 她赶紧不停地躲闪淡和干冰也用来抵抗凶手 好在门铃再次想起 她迅速跑到门外碰到了 本打算送给她美食的邻居龟山 就这样 瘦瘦美幸运地得救了 这时小小志也下班直接推门回家 得知了妻子险些被害后 小小志紧张地抱着妻子不停询问 但是 为什么门铃想了瘦瘦美会第一时间去开门 而不是通过对讲机询问一下是谁呢 原来是她白天接到的丈夫电话中 说自己忘带钥匙9点准时回家 所以她才会毫无防备地开门 但是如果丈夫真的忘带钥匙回家 应该是先按门铃 而不是直接推门进来 这一举动说明她早已预料到了 在她回来之前屋里发生的一切 当得知黑衣人被龟山抓住之后 丈夫惊恐的小表情足以说明了一切 原来凶手的确是丈夫过来的 没想到他们夫妻的共同爱好出奇的遗址 都是趁着对方熟睡后 自己悄悄打开电脑搜索各种完美杀人计划 她这么做并不是对妻子的厌恶 而是每天都感觉到了妻子满满的杀气 看来这个男人的第六感还是很灵的嘛 更有趣的是山下景观 也的确在他们卧室的房下 找到了一个防护面罩 联想到刚才散落在地上的干冰 似乎已经猜到了一切 最后男人被逮捕了 参透一切的山下景观 也语重心长地告诉寿寿美 要感谢今晚这个机会 不然真的哪一天被带走的可能就是她 这就是一对夫妻相爱相杀 又好笑又好气的故事 你看懂里面的含义了吗